每日来到主的面前 共同经历神的恩典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如何能不挂虑 参考经文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每一天我们都听到 从远方到近处的坏消息 经济危机 天灾人祸 恐怖攻击 贪污受贿 犯罪以及贫困等等 同时 我们又面对着个人的压力 家庭问题 健康问题 经济问题等等 实在数不生数 我们似乎不懂得 如何面对这些坏消息 我们因着可能发生的祸患 而深受困扰 我们忧虑到一个地步 以至于身体也挨不住了 忧虑 被视为现代人 最常见的精神病 这一点也不出奇 然而 在弗利比书当中 我们听到保罗 语重心长的叮咛 他吩咐我们 应当义无挂虑 我们怎能做得到呢 最令人惊讶的 就是保罗自己 是在坐牢的时候 给予这个忠告的 对保罗来说 内心的平安 不是来自松弛神经的技巧 对客观事实的拒绝 或是正向思考 带来的力量 保罗的平安 是完全依靠神的能力 知道神会保护他 并且赐他平安 前途变幻莫测 往往令人倍加忧虑 但是 你如果确信 你和神的关系 就不用忧虑 祂是你最坚固的盾牌 带领你战胜 任何困难 或是恶劣的环境 当不住地感谢神 并且诚心诚意地 在祷告中 把你的困难和忧虑 向神倾诉 祂必定会聆听你的祷告 并且赐给你 足够的力量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 在这个充满坏消息的世界里 我们却能在圣经中 找到加美的信息 我们实在感谢你 求你以你的平安 充满我们 又除去我们的忧虑 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愿意 我愿意 看了 无论